作為職業電工是需要考牌的 在這個文憑課程中 我可以一次過考電器布線工 和控制版配裝工兩個中工牌 當中就要用到喉側彎屈喉管 而讀完之後 我就已經達到機電工程署要求 考A牌時要有的學歷要求 將來等我累積舊工作經驗 就可以正式考A牌 成為最上級的電工 現在香港的持牌水喉象 經常供不應求 水喉的接駁有很多種 最重要是正確度 在學院我就學會了 各種水喉的接駁和裝嵌技術 當中包括 點用各種創新技巧 例如是攪牙機 電動鉗等等 都非常實用 接下來畢業之後 我還打算考大工 希望成功考到牌 來吧 不是理科生才可以讀機械維修 只要是中六畢業 或者有雙等學歷 文科生和雙科生 都可以讀這個文憑課程 在這裡我學到很多維修有關的知識和技能 包括 監工、鑽床、電壺行等等 行業對機械維修技工的需求都大了很多 都加強了我運工的信心 香港建造學院注重創新及科技教育 提供一連制及短期課程 還設有中級技工合作培訓計劃 畢業生都可以加入 認可技術專材培訓計劃 成為最TOP的建造業專材 為你日後擔任專項監工做好準備 加上終身就業支援 事業升勒話金耳 。